今天臺灣的天氣 主要是受到了兩大系統影響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 主要是華南游雨區東移 全臺的降雨機率提高 再來是封面通過之後 東北季風跟著增強了 所以感受到全臺呢 今天都是比較濕濕涼涼一些 而這一波降雨的雲帶 在今天的凌晨三點鐘左右 就已經碰觸到臺灣陸地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呢 其實在今天凌晨開始 整個中部以北都有一些明顯的雨勢 而到了清晨的時候 雨區更擴及到了嘉義以北 還有宜蘭以及花蓮都有下到雨 而白天之後呢 包括了高頻也是有雨的喔 而可以看到呢 目前雨下的最多的就是在 中部的山區 氣象局呢也是發佈了大雨特報 可以看到呢 像是在荷環山這邊 累積雨量是來到了七十八毫米 而另外呢 南投的奧萬大 也是有六十八毫米的累積雨量 要到了下半天之後呢 雨勢才會稍微的緩和下來 空檔會變多 而可以發現呢 其實像是在北部地區 到了晚間的時候 也是幾乎不怎麼下雨了 而且剩下中南部地區呢 還是有些零星的雨勢 而可以看到呢 在今天的溫度方面 主要是受到了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比較涼冷的時間點 會落在今天的晚間 到明天的清晨的時間呢 溫度會下降 像是中部以北 低溫會來到了十六到十八度 南部還有花東地區 低溫部分呢 是會來到了十九到二十一度 雖然感受上不是特別的冷 不過因為有下雨的關係 所以呢體感溫度會比較低 那等到禮拜五 溫度才會比較回升一些些 而中南部也會轉為多雲到晴的天氣 接下來帶你關係的是今天群台各地 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我們首先先來看到的是在北台灣的部分 可以發現今天都是有雨的天氣 降雨機率來到了百分之七十 而低溫部分呢 是來到了十六到十七度 到了晚間雨是會趨緩 再來看到的是中部地區 一樣是有下雨的喔 而氣象局也是針對了 中部山區發布大雨特曝 降雨機率高達了百分之八十 低溫部分來到了十七到十八度 再來看到的是南部地區 可以發現也是有下雨的 從白天開始雨是不斷 降雨機率來到了百分之八十 而低溫部分來到二十到二十一度 東南部地區淫封面呢 也是有下雨的狀況 而降雨機率高達了百分之八十 低溫部分來到了十九到二十一度 最後是外島的部分 連漲是多雲 而金門澎湖也是有雨的天氣 我們可以發現呢 今天主要呢 就是受到了華南雲雨區的一個影響 因此呢 全台都是有下雨的 尤其是中部的山區雨最大 也因為有降雨的狀況 再加上雨震不斷的關係 山區的土質呢 都是比較鬆軟脆弱的 盡量是避免前往 而另外呢 也是要留意行車安全 以上是季節的氣象 感謝你的收看